歡迎回到新聞現場 說到最近年關將近 是不是也都忙著在採買年貨準備過年呢 我們就帶你來直擊中臺灣的年貨大街 其中在一中年貨大街這邊 有一百多個攤位新增 整個人潮被旅客 還有採買的民眾擠得是水洩不通 因為大家都想搶這限量八百八十八個新年紅包 而另外在雲林的年貨大街 也有一些好康來讓大家搶 比方說市價一隻三百五的土翻鴨 現場直接砍到三折 不用一百三十塊錢 十點開賣就吸引了民眾 早就排隊前來購買 長長人龍依序排隊形成貪吃蛇隊伍 就是要等著領取新年限定紅包 恭喜大家新春快樂 台中一中年貨大街二月二號登場 迎來首個假日 管委會準備了八百八十八個新年紅包 不到三十分鐘就被領取一空 兩點半左右 辛苦的同仁 對 因為很熱鬧 就過來好奇看一下 結果不小心就排到第一個了 還滿熱鬧的 很好啊 也有喜氣 年節腳步逼近一中年貨大街 除了既有的攤位 又增加了一百多攤 有得吃也有得玩 人潮擠得水洩不通 我們一中商圈本來就這裡的 大概就有幾百家三四百家的那種商家 我們這個我們引來的攤商 年貨攤商的話大概也是 將近有一百個攤位左右 玉林年貨大街人潮同樣滿滿滿 有業者還得現場發放號碼牌 十點開賣民眾一早八點就來等候 為的就是這隻限量販售的土番鴨 原貨大街每一年特定的 就是現實搶購的那個土番鴨 三千的土番鴨 然後一隻的話今年是129塊 現在實價一隻要300塊 我拿三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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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式各樣雜貨乾糧 不只土番鴨超強壽 還有雲林在地養殖的 普燒鰻魚人氣也很旺 我們特色的話就是 把醬汁縮到剩下5% 它的甜鹹是中 然後最主要是我們肉質Q彈的 年節將至全台年貨大街陸續登場 彌漫濃濃過節氛圍 記者網民北聯永勝方中成 台中雲林報導